也许你没有见过伺服器 但是啊 你一定听过伺服器这个名词 虽然你没有见过伺服器 但是其实你每天都在使用伺服器哦 嗯 真的吗 有一种我每天都在使用 却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挖沟的东西 那么今天 我一定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 这个神秘的伺服器 我们先来想想一个问题 你呀 每天在手机上打游戏 爸爸献上购物 收email 妈妈 看影片 学工艺 买机票 这些游戏 商品 email 影片 机票 到底实际上是存放在哪里呢 嘿 对呀 任何东西总得要有一个实际摆放的地方吧 是哦 它实际摆放的地方就是伺服器 它们就是存在伺服器里面哦 那伺服器到底是什么啊 其实啊 伺服器就是一台电脑 一台超级厉害的电脑哦 那些游戏商品 email 影片 机票等等 全部都放在它里面 当我们需要某些资料的时候 我们就会透过网络 向伺服器 索取资料 让它显示在我们的手机 笔电 或电脑的荧幕上 而这个伺服器 和我们一般家里使用的电脑架构 基本上是一样的哦 只不过啊 因为 它需要同时让很多人使用 所以啊 必须要很强大哦 另外呢 它还需要24小时 全年无休的工作 所以啊 要很耐操 很稳定 不可以常常闹脾气 也是因为啊 它很厉害 又很耐操 所以它的价格 也比一般的电脑贵很多哦 伺服器的外观 长相有几种不同的形式 第一种是直立式的伺服器 它长的啊 就和学校电脑教室的桌机 是一样的 只是通常啊 它的体积会更大一点 另外一种是机架式的伺服器 它是一片一片的 嗯 它大概都是标准尺寸的长方形盒子 一般啊 都是堆叠起来 插在铁制的机架上 方便管理 还有一种叫做刀锋式伺服器 和机架式伺服器一样 它也是标准尺寸的长方形盒子 它的特色呢 是可以直接插拔 也更方便管理咯 你是不是也有看过电影里 骇客跑去修改或破坏电脑的场景呢 一般啊 都是在这种装有大量伺服器机架 一堆乱七八糟电线的机房 伺服器由于需要提供很多人同时使用 为了让它能够发挥的更好的效率 和方便管理 一般啊 一台伺服器都只会赋予单一的一种功能 所以啊 你会常常听到 用这个伺服器提供的功能或服务 来命名的伺服器 例如 档案伺服器 专门用来储存档案的伺服器 像Drawbox的伺服器就是属于这种 资料伺服器 是资料库专用的伺服器哦 常见的啊 有Oracle MySQL等等 邮件伺服器 你用的email就是用这种伺服器在管理的哦 网页伺服器 你上网浏览的大部分网站 网页都是由它负责的哦 前面说过 由于每台伺服器都必须对很多人同时提供服务 为了应付同时涌入的大量需求 所以实际上要把好多台伺服器串接在一起 彼此协调分工合作 共同完成服务哦 现代社会网路的发达 大量的需求都在线上完成了 不管是用写作业时 线上的工具Google Darts 和同学讨论功课的Light 上线上课的Meet 或者是社群分享的Interscreen 甚至啊 是支付时使用的各种配 让我们的生活更便利的同时 也需要更大量的伺服器 来承载这些内容 提供运算和服务 这些数以千万计万计 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伺服器 可以说是提供我们 现代便利生活的幕后工程哦 下一期啊 我们将更进一步的来谈谈 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又熟悉又陌生的云端 那么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 影片中有些小朋友 可能不太明白的名词 都可以在影片说明栏中 找到对应的名词解释哦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还不错 别忘了订阅我们 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问题或建议 欢迎留言给我们 有共好线上课程 我们下次见